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精彩内容 来看一下最近演艺界又有哪些最新消息 在最近播出的某综艺节目中 谢娜模仿起了刘敏涛的名场面 红色高跟鞋 不得不说 谢娜是模仿界的爵士高人 刘敏涛模型的眼神和动作 被她演绎的微妙微笑 难怪不少网友感叹声 简直就是刘敏涛附体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贴 那什么跟你同意就算算靠别 对你的感觉强烈 这又不太了解 只凭直觉 没想我在被滋味的树后 这又像风琢磨不住 像手腕像散发的像水尾 像爱不释手的 红色高跟鞋 太了不起了 这是我看到模仿秀当中的最新品 他人家坐那球是吧 那球 坐那球 不光自己模仿 谢娜还和刘敏涛一起联手演唱了 红色高跟鞋 强强联手 果真姐姐们最无敌 大姐不能说 来 掌声给他们两位 亲小姐 我们觉得你就像是画上的 是觉得亲小姐姐就应该在画纸上待着 画纸上待着 好像时间就飘下来了 让我们觉得难以置信 真的谢谢你 仙气飘下来 是仙气飘下来 吴娜脏 我真的好心疼 你让我好心疼啊 我好像看到女儿这么难过 我的女儿 这叫没关系 我们会保护你的人 哟 谢娜一出手就变出好几副面孔呢 你先别惊叹谢娜的模仿功力 因为无论歌唱界还是影视权 模仿高手大有人赞 所谓模仿简单的说 就是照猫换虎 讲究表演者哪里动作神韵 而邓超在模仿方面的才能 可绝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舞姿 无论动作说话 他无不模仿的微妙微笑 在同个屋檐下 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在同个屋檐下 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可以吗 太像了 我跟你说 那事真的特别好吃 我习惯了 在那个现场玩的时候 然后超哥也会像打了鸡血一样 跳个舞啊 唱个歌啊 邓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很热情 很奔放 很愿意感染周围的人 要想模仿好 党量吃八宝 自称人类风的邓超 可从来没怕过什么 只要站在舞台上 他就敢唱敢演 不过他这一嗨就说不出的性格 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尴尬 排队排 排出了孤家人的孤河街 排队排 排出了孤家人的孤河街 比如说张雨 不是这个声吗 然后你要不会模仿 你就把嘴 就是这样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下了吗 阿渡就是老感觉 有口谈眠下去 张雨有很多人想学吗 这个很简单 拉花纸嘛 他感觉他们家电梯 他一线电梯啊 他不知道他们家住几层 你知道吗 他老是老是点 就是他想不 他在这想不起来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老点那个 他不知道自个是几层 好了 接下来是播报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今天因为是飞移日嘛 613的飞移日 所以我们选的所有的品类 都是跟飞移相关的 大部分都有着百年的历史 有着他们自己的传奇 自己的故事 BTV您选公众号 是我们北京卫视重磅打造的品牌 日前我们北京卫视的主持人龚宁 在一场飞移购物节的直播中 为观众带来不少好物 今天大概一共有20多样的产品 要跟朋友们来做介绍 包括还有咱们的两款春晚 今天晚上都有特别大的 优惠的这种力度 每一个都是大师的大师级别 就是历史悠久了 我们北京卫视直播带货 除了物品多 价格当然也是一如既往的优惠多 除了价格优惠 直播当晚也有不少新意在 我写了一些字 到时候有幸运那个中奖的 能看出什么字吗 如意啊 哎 厉害 可以看看平安 我觉得平平安安很重要 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种祝福 对 祝福祝福 祝福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的 然后最后就是快快乐乐的 好 夜夜夜次啊 好 夜夜次啊 好 夜夜次啊 白鱼在这里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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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人心情 都希望我们每个人 去把它传承下去 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直播带货中的功宁 轻松自然 对于物品的介绍清晰明确 对于直播带货 孤宁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在他看来 直播带货这种形式 更在演播室主持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原来的直播 你想我们肯定就是 丁机位哪个灯亮 我们就看哪个 不能够有一丁点的那种改动 但是现在我觉得 会更活跃一些 包括跟我们宝宝的这种交流 包括可能哪一样商品 比较受欢迎 我们很有可能在 哪怕是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以后 我们可能还会再请他来返场 他会有更多的灵活和激动 也会更加的亲民拉近距离 而且我有一个优点 就是语速比较快 我觉得这是在直播当中 会比较受欢迎的 因为一样东西 可能给你的时间 没有那么长 但是你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把它介绍清楚 有哪些详细的点 要说清楚 让大家能够get到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来看一下最近演艺界 又会有哪些最新消息 日前某中年女团 先把类综艺开播 可以说是一炮而红 此次参加节目的选手 都是在影视圈中 搭拼了多年的姐姐们 年龄30家的她们 来自不同的领域 有演员歌手主持人 有人功成名就 也有人沉寂多年 积极无名 此次他们试图突破自我 从零出发 开始了成团之路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三十位姐姐聚在一起 那气场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不在别的节目中 为所欲为的黄晓明 在姐姐们面前 那叫一个小心翼翼 还连发了三十条微博 为三十位姐姐加油 发布顺序 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 因此被网友调侃为 端水达人 这个就是加分项 就本身你已经是演技派了 所以就是加分项 所以其实就玩就好了 放心吧 这是个加分项的 这是个加分项的节目 看姐姐们加多少分而已 你是最棒的 这是加分项的东西 在节目中 面对掌握评分权的评委 姐姐们也是丝毫不处 评委杜华认为 歌星鲜明的阿朵 不适合成团 阿朵立刻反驳 歌手郑希怡更是大胆发言 称评审为疫情 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大家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可能是得以你为核心 以你为C位 然后再来搭你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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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谁在这个不同的拍 他能够最能展现他 他一定是在这个时候 最来凸显他 对 就是还会挺有压力的 就是到了这个年纪 还要去跟大家一起比较 还要被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去评审我自己 实力歌手叮当 更是直接质疑了 评委杜华的评分标准 他以一首 我是一只小小鸟 诈分全场 结果只拿到了75的低分 而评委杜华给出的理由 居然是 给低分是因为 你唱得太好了 因此节目播出后 叮当直接微博发问 评委杜华 我是一只 上上上上年 想要飞 要飞 要飞 却飞 也飞 不开 75 怎么可能 叮当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但就是唱得太好了 你会显得别人太差了 所以放在团里面的话 反而是不和谐的 杜华老师 我今天是看了节目播出后才知道 当天给我分数的原因 接着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解读您的话 说您的意思是 只有半调子 啥也干不好的才能成团 如果这真是您的成团标准 我尊重您的决定 那么还是赶紧把妹妹我淘汰了吧 姐姐们不仅在台下很刚 在台上的表现也是实力过硬 演员宁静一出场就圈奋无数 强大的气场和大姐大的气质 那叫一个美丽十足 同样作为大排宁演员 张雨琪却表现出了与荧幕形象 截然不同的反差萌 电影中的张雨琪往往嚣张马虎 眼光四射 而在节目中 她却选了一首年代感久远的 粉红色的回忆进行表演 成为了一位搞笑担当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依然怀疑 你一眼你一眼都将我回忆 回忆很有自信的 但被扼杀在经纪团队那一层面 都没有让我知道 有跨界歌王来找过我 因为他们觉得那样会有损于我的形象 和在广南影迷心目中的这种地位和分量 除了强大和反差 成长也是另一种乘风破浪 当年凭借一首甜美可爱的 酸酸甜甜就是我 轰遍大江南北的张寒韵 如今坐在钢琴前 一席陆背长裙温柔弹唱 令人眼前一亮 我也可以伤感 我可以讲故事 我每天都在可爱 我都可爱了 大半辈子 我不想再可爱了 这三十位姐姐告诉我们 你可以知性独立 也可以可爱元气 她们在做姐姐 也在做自己 姐姐这个称呼 给所有女生打了个样 让人们对老 多了一种更美好的想象 每个年龄的女生 都有她自己的魅力 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 我现在已经到了黄金时期 否定姐姐这个词 不是说有什么年龄感 就是自我或者独立的那种状态 因为我来这个节目的初衷 其实就是为了超越过去的自己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努力 来迎接这一次的这个乘风破浪 看到她们就愿意相信 我们自己的三十家 依旧美好 突然不那么害怕变老了 好了 接下来是播报记者 发回的最新报道 我说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如果是这个温度不大 整个这个酥脆口感就没有了 就无损就滑了 就是要这种温度 有的这种温度 各位 不仅有很好的 良好的这个口感 最主要让你感受到 这美食待来的温暖 没错 我跟你讲 这如果要做吃的 这样的一个直播 那真的是舍我其水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全北京都知道 我这个人好吃 不懒做 是著名的这个吃 不能说那个词 好吃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喜欢吃 而且也会吃 并且了解一些这个吃的门道 所以你看我今天来就来对了 不同于其他主持人 跨界直播领域带货 还多少要花些时间做准备 晴天却并不需要 虽然是第二次参与直播带货的 新人 还是给有着150多年的老字号 烤鸭店带货 他却声称自己毫无压力 做这样的直播是更多的期待 因为更放松 更轻松一些 您这切得太实在了 管不了 你又该 你一看这个香 味道怎么样 这个油啊 滚的好 你带过我 那个 秦老师 这味道怎么样啊 哎呀 没唱出来 我再来一首 就知道这句话 这次直播带货 对于老字号品牌来说 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受到疫情的影响 曾经主打唐食的老字号烤鸭店 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模式 开始打造外带新产品 直播转吆喝 积极适应新的变化 大家都在讲 振兴老字号 共同迎来老字号的春天 共同打造老字号新的 一个生态局面 历时四个小时 应该说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 这就是我们一个老字号 在努力寻找一种年轻消费者 他能够喜欢和接受的频率 以最火热的心灵拥抱生活 华行是给他助力的 以最滚烫的热血温暖世界 你的名字 捐刻进这座城市的历史 你的故事成为这个美好时代的注解 如果老百姓他没感受到 他就是我自己失职 每日文娱播报 亲力打造系列专题片 北京榜样 讲北京故事 为时代发生 像榜样致敬 冰冷的江水 挡不住他火热的心 二十秒生死救援 他挽救一个人 感动无数人 燕静哥事了胡一曲 哈尔滨全程寻英雄 北京榜样 倩益勇为的燕静哥张霖 温暖故事 马上呈现 在救起落水男子后 张霖本想低调离开 于是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 但没想到 黑龙江交通广播 报道了燕静哥的英雄事迹 随后各大媒体也纷纷发动群众 寻找北京燕静哥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再次前往现场寻找 一名四十岁左右的戴着眼镜的男子 燕静哥你在哪 张霖回到北京后 并未对外透露 但目睹张霖救人的同事坐不住了 他们认为这样的事迹 应该被公之于众 才能影响和带动更多人 于是把张霖救人的事 发布在了工作群朋友圈里 媒体终于找到了燕静哥张霖 现在故事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燕静哥找到了 跳江救人的燕静哥张霖 张霖是个地道的北京小伙 2001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 当时我们随行的同事 然后就拍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已经救完人 就是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学习群里头发出去了 很多人点赞 所以当时这个小范围是知道了 虽然张霖那小伙平时 就也挺热情的那种 但是没想到在这种时刻 就是有这种 就是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 确实挺吃惊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哈尔滨的同事 然后哈尔滨广播在找我 然后他爸爸又是哈尔滨广播的 忠实听众 所以就跟电台打了个电话 这样的哈尔滨电台就知道我 也有我的联系方式了 本不想宣扬的张霖 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被熟知 而这也传到了张霖家人的耳朵里 在得知事情经过之后 有些后怕的妻子也难免责备张霖几句 回去之后我是没敢跟我爱人说 有两个考虑 一是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 所以第二也是怕他担心 当然当时他肯定是责备我了 说是这种情况要量力而行 我说我现在不还是站在这里吗 而张霖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 也与他常年保持运动有关 在单位里张霖是有名的体育积极分子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除此之外 每一天张霖都会带着儿子 来到家附近的跑道跑步 这不仅可以提高他的身体素质 也可以磨练他的心智 也正因如此 他才有了救人的身体素质 从小就是一个小胖子 包括现在也不瘦 我的体质吧 就属于那种易胖体质 所以会经常需要运动 才会保持或者稍微减一些 所以也是比较喜欢运动 对经常有一些见真的活动 因为见义勇为的举动 张霖被评选为2019年度 北京榜样人物 被评为北京榜样后 张霖的生活轨迹 并未发生什么改变 她将社会单位奖励的5000元奖金 全部捐给了一家 聋哑儿童康复员 用自己那颗滚烫的心 继续温暖着别人 我们每年大家的金额 大概要5000元左右 所以这5000元能帮我们解决 一大部分的这个取暖费的内容 也是想把这笔钱 用到做好事上 因为本身我觉得 这个社会更需要这种爱的传递 他很勇敢 他不顾自身安安 威安去救那个人 是我的榜样 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不要忘记明天晚上的7点10分 继续收看我们的每日文明播报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 还有更多的新鲜内容与您分享 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 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96168 来跟我们互动 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您的来电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